大家好,我是Paul,周遇到周五,我英文一起读 这篇呢,是有一位孕妇啊,她有对猫的这个过敏症 那很麻烦,可是老公呢,又颅了半天 似乎不想要用她觉得不错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其实就很快的想要看一下这里面在说些什么 但在那之前呢,我们看一下我们等一下会看到的一些字词 所以她包括有,她很想要撑过去,因为她也喜欢猫 还是她不喜欢猫,我其实没很搞清楚 等一下再确认,看清楚一点你就知道 那她想要硬撑过去,那这边这个词会用什么样的词来表达 硬撑过去这段最后的怀孕时期呢 然后T猫找个新家,也有一个词是我算是刚才学到的 那她有办法借由一些药物来减缓她的过敏症状 可是她好像又觉得这个药物可能对她在怀孕的人是不太好 那这个我们相信就是我们亚洲人可能也会觉得 就怀孕的时候不要乱吃药 可是西方人的想法在上面就不太一样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做这个Reddit上面的讨论 其实还蛮有趣的,因为我们可以得到西方人的想法是什么 他们在这件事情上面跟我们还真的是比较没有 没有在同一条线上,在一个频率上 因为我记得我刚刚看到的是这个样子 所以药物冲突你大概可以理解就是她都怀孕了 说不定怀孕本身是不是有在吃一些药 那这个药是不是可能跟过敏的东西会冲突或之类的 那后来还看到了好几次这个词就是 抗阻之安 可能有人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我其实对她没什么概念 只是好像这个就是可以抗过敏还是什么就是 因为我本身过敏是不太有的 所以其实我也算是学到一点什么 好,所以我们先看她这里 她把这个Summary 就我们这边知道TLDR的意思 Too long didn't read 太长没读 所以她先把这段反而先给我们看 然后下面才是她的细节 那也不错,我们就先看她这一个 如果你对这个事情有那么一点点兴趣的话 我们先把这个短的看完 但是你兴趣用完了看完这个短的 你把它关掉我也不怪你 So husband has a cat 老公有猫 I'm really allergic to 所以她有一个我非常有过敏反应的猫 So husband has a cat That I'm really allergic to And without medication I am miserable 所以要是没有药的话呢 没有medication 我是会很惨的 就可能牛鼻涕什么一大堆的 So because of pregnancy I can no longer take them 所以因为怀孕呢 我不再能够take them 也就是不能再吃这个药了 所以其实下面就有一个讨论是在讲说 你为什么不能吃药 我们会 我完全没这个反应 我在读这个故事的时候 因为会觉得我怀孕的不要吃药很好啊 因为吃药总是对小朋友 应该可能是不好的吧 可是外国人可能就不是这个想法 所以先看下去 So should I ask him to get rid of the cat Or go to mom's for remainder of pregnancy 所以我应该要求老公 get rid of the cat 就是把那个猫给 去除掉了 就把它扔了 或者 go to mom's 回我妈妈家 for the remainder of the pregnancy remainder就是剩下的时间 所以pregnance就是他怀孕生下的这段时间 然后来我们看他本身的内容 my husband and I have been together almost two years 所以一起两年了 married for about seven months 结婚七个月 he has this cat 他有这么一只猫 well she's very cute 虽然说这个猫很可爱 and I love her to death 所以love her to death 的意思就是爱他爱到死了 I am also really allergic to her 我对他也很遗憾的 很过敏 for the most part of our relationship I've just taken claritin or zerdac and sucked it up 所以对于我们的这个关系中的绝大部分 那刚讲两年 然后结婚七个月嘛 所以I've just taken claritin 所以 claritin就 我猜也猜得出来是过敏药 或者zertac也猜得出来是过敏药 and sucked it up 这里的suck it up 不是把这个东西给吸进去 no 这个suck it up就是忍住 撑下去 所以就是我们刚刚这边写的这一个 撑下去 忍住他 就叫做suck it up OK 别抱怨suck it up 这个事实上真的很常听得到 所以你不要只以为suck 这个字就是吸 或者是骂人家烂 不是这样子 这边有另外一个额外的东西 So taken claritin and zerdac and sucked it up because he loves her and I didn't want him to be unhappy 所以因为他爱一只能只猫 而我就不想要让他 就是我的老公 不开心 but I am six month pregnant 但我现在怀孕六个月了 mo就是month 鞋断 I can't take daily claritin anymore 他不再能够吃这个药了 OK 每天的 and it's literally getting worse everyday 而真的啊 现在就是每天越来越糟 it's to the point 所以已经糟糕到某一个临界点 it's to the point that it's affecting 这里应该是A开头 但不管 it's affecting my sleep 所以严重到到一个点就是会影响到我睡眠 at about four and a half months 所以在大概四个月半的怀孕的时候呢 him and I talked about it 所以应该是he and I 不过不管了 他跟我聊了一下 and I suggested he get rid of the cat 我就建议了你把猫给扔了吧 或处理掉它 or maybe I could go stay at my mom's til the pregnancy is over 或者我可以去跟我妈妈住 直到怀孕结束为止 生出来为止 it was a hard no to both 所以这个也是蛮英文扣语的说法 意思就是老公坚决两样都不要 it was a hard no 是一个很硬的no to both to both of these suggestions 所以对这两个建议老公都 hard no if I tell him to get rid of the cat again 要是我告诉他 再告诉他一次 把猫处理掉吧 and make it non optional 而让这个选择变成是 不是个选项 就是他坚持的话 so if I tell him to get rid of the cat again and make it non optional will I be in the wrong 所以我要是这么做 就是我错了吗 所以be in the wrong 就是我是处于错的一方吗 的一个说法 所以要是我要他把猫丢了 然后使 然后并且坚持这样子的话 make it non optional optional就是选择选项的 所以non optional就是没得选的 所以那就表示是我错吗 should I just stay go stay with my mom again against his wishes 所以against somebody's wish 或者against somebody's will 就是在违反 谁谁谁的 意愿跟意念 跟就是他的想望的状态下 所以像如果说我 我做的一件事情是你不想做的 是你不想要我做的 或者你总是不想要看到发生的 我就可以说I'm doing this against your will against your wish 所以这样的片语还蛮常看到的 所以他说了 我应该去我妈妈家 against his wishes吗 就是不如他所愿的 we've tried everything we can find on google to attempt to alleviate some symptoms 所以google上所有的东西都找过了 我来减缓我的一些症状 所以alleviate就是减缓 这个词其实也蛮少的 蛮常看得到的 不能说少见 来减缓一些症状 so when we talk about his cat leaving he gets really depressed 他们聊到 要是让那个猫离开的话 他就会觉得非常的depressed 不舒服不开心 and I just don't want to make him that sad 我就不想让他这么悲伤就是了 but the allergies are unbearable 但是 elegies是无法忍受到 unbearable at this point without meds 在现在这个时间点 节骨眼六个月的生育 it's unbearable at this point without meds 所以没有要啊 我现在已经忍不住了 I am not sure what the best path is 我不确定最好的路是什么 有建议吗 身为一个华人 而且身为一个对猫还好的人 虽然说我也爱猫 可是我觉得猫还是不能跟孩子 不能跟孩子比 不能跟孕妇的健康比 所以我相信我所认识的 很多很多华人都会认为 我们想办法把猫处理掉 blah bay 你不可能因为这么爱一只猫 然后就jepardize 就危害到你的老婆的 或者小孩的健康嘛 对不对 但那是我的想法 或者是一个亚洲人的想法 so 你看下面呢 马上问的问题我就觉得很有趣 What's the reason you can't take meds? 你为什么不能吃药? 所以他在质疑他为何不能吃药 所以 I have severe allergies and 17 weeks pregnant and my doctors have all said I can take Claritin or Zedek daily just not Claritin D 所以啊 他曾经也是 或者是现在是 因为 对他用的是现在是 所以他有严重的 allergy 并且是17 weeks pregnant 所以17个 17周了 17周是几个月啊 除以4的话3个多月 OK 所以所有的医生都说了 have all said 他可以吃他刚说的这两种药 只是不能吃有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不同的种类叫做 Claritin D 也不知道D是什么东西就是 OK sure alright 然后 this when when is was pregnant 这句话看起来怪怪 so I still was able to take my allergy meds 所以好像下面的人都在说 我还是可以吃耶 我还是可以吃耶 这样子 所以你看这边有人说 agreed my doctor cleared claritin during pregnancy 这里的clear的意思 是把它清开 意思也就是说 你可以吃啦 就允许他吃的意思 so if your doctor cleared something it means you can do it OK 好然后 下面就讲了一下 他刚这个claritin的 D的部分是什么部分 这个D就是 他讲的是 nasal decongestant like sudafit 我不确认我们不缺掉这个字 但总之这可能是另外一个成分的名字 那前面这个字我是认识的 nasal就是鼻子的 decongestant就是 通鼻子啊 简单说 让鼻子不阻塞的 所以 这边我们看一下 有个词叫做 所以我们现在补在下面 nasal就是鼻子的 congestion就是鼻塞 简单的说 所以 decongestant就是 让他塞不住的一种成分 OK 看到D开头前面就是 反过来嘛 所以 防鼻塞的 反鼻塞的一个东西 所以 OK Alright 所以这个是不行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换一个别的好了 所以这边 你看还是有 When I was pregnant I was even able to continue my allergy shots 所有的 allergy shots 我不太确定是不是 打那个 过敏针啊 不太确定 但 片下还蛮可怕的 说真的 现在是这样说的 然后呢 我们再看几个 我记得我这边有一个看到 这边有一个人说的 I'm a physician 还真的有一个医生在这边说的 So I second PDR PDR可能上面有提到 但是我不太确定是什么东西 但不管了 而且 I'll have a hot cover 好像是一本书 那这个书 hot cover的意思就是 就是那种金装版的 有印壳的 at my desk the only thing I can think of is an interaction with the drug she's taking 所以她唯一能够想到 就是是不是会 这个孕妇她正在拿另外一个 吃另外一个药 然后呢 有互相起作用 interaction 否则的话 I think this may be her trying to have a chemical clean pregnancy 所以 要是她现在没有吃别的药 会跟这个药起冲突 的话呢 她认为这可能就是 这位孕妇啊 试着来有一个 chemical clean pregnancy 这个我觉得 我很同意 就是在化学上是干净的一个怀孕 and thus excluding safe medication 所以她因此 她连 安全的药她都不愿意吃 所以这是从 医生的一个 physician 的一个角度来 来猜测 意测她的这个想法是什么 sure ok 我很想要看到 我刚刚想到 另外一个词叫做 但是我好像目前是找不到 好但是我们看到另外一个词了 so why is it get rid of the cat and not temporarily rehome the cat 所以为什么你提到的是 把那个猫给去掉 去除掉 而不是暂时的 让她替她新找个 换一个家的概念 所以这里的temporary rehome 就是 我后来看到好几次 rehome这个词 所以替一个什么东西 找个新家 这边好像就有一个词 就可以叫它rehome 还蛮有趣的 很生动的一个词 所以为什么不是rehome一个词 她的猫就好了呢 you have to compromise on this 你们两个都得退一步 compromise就是有退让的意思 甚至有搞砸的意思 and that seems to be the best option 所以她认为 那还是最好的solution sure ok 好然后 呀这边有一个 我刚等了半天 一直要看到一次 终于看到了 所以hey sweetie i get it allergies blow 所以她直接称它为sweetie 这样子 好像这个是刚刚的那个医生 我如果没记错这个名字 好不管了 所以我懂啦 allergy就很糟 所以这里的allergies blow 不是allergy会 不是 不是 If something blows it means that thing is bad so i get it allergies很糟 所以我们这边打一下blow这个字好了 所以 something blows 就是表示 这个东西很糟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something blows so i get it allergies blow however have you actually spoken to a physician or just doctor google 你是不是真的有看过医生啊 还是你只是 找这个google博士呢 google医生呢 I ask this because none of your listed medications are contraindicated in pregnancy 所以我这么问 是因为你所列出的一些medication 都是没有contradicted contraindicated 对不起 我应该把它念对一点 contraindicated contra是反的 那indicated是指示 所以这边我刚刚的确有查一下字典 它的意思的确就是 就是药物之间有冲突 所以这边就不要打一下 contraindicated 就是药物有冲突 所以你列出来的药都不是有冲突的喔 在怀疑的时候 the only thing i can think of is them having di's with other medications 所以我想到的就是 他们有一些 这个di我才可能也是冲突 之类的意思 ok and if that is the case we have other meds we can use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有些别的药 所以你就干脆承认吧 do you just hit the cat 你是不是就讨厌那只猫而已呢 我看了半天 所以我觉得有点可怜 有点同情这个孕妇 因为似乎并不是 所有的讨论都是支持她的 反而是好像指责着她 你为什么不吃别的药 你为什么不替猫找 换个暂时的新家 好像没有人同情孕妇欸 我觉得这个还蛮有趣的耶 真的有 ok so 好像就这样吧 然后下面做大概多看一个 can the cat go somewhere else until the end of your pregnancy 难道不能把猫 暂时先放个地方吗 不要用get rid of它嘛 这样子 so it might be stressful to the cat for the cat but at least it's not completely rehoming her 所以但是这就不是完全的 rehome 你看我们刚刚又看到rehome 这个字 or you going to live somewhere else 或者你去住别的地方 所以暂时先去换别的地方 难道不行吗 不要get rid of它 好 哈 I don't know 好那我们刚看到的是个anti 这个抗阻症症好像一直没出现 那我刚才用找的好了 所以anti yeah 这边 所以这边有个词叫做 所以 这边有个 不会令人昏昏欲睡的 所以 pollen season就是花粉症的季节的时候 so it's one non-stating anti-histamine 所以 那两个字都打进去好了 所以这个 不会令人昏欲睡的 non-sedating 所以sedate 这个意思就是让人家给安静下来 ok 所以 那这边就是 不会让人家想睡觉的 所以non-sedating 或许这两个字应该把 打成这样 ok 然后再来就是anti-histamine excuse me 这就是抗阻症症 ok 所以 他还强调 non-stating 我自己好像真没吃过这玩意 但 没关系啦 那介绍给你知道 anti-histamine 所以是抗阻症症 所以他说的 嗯 really works well for me 所以这边 稍微介绍一下下什么之类 然后还有这个 OBGYN 特别讲一下 这就是你的那个 妇科医师 所以妇科 妇产科医师 OBGYN 他事实上两个英文字 但是我根本记不起来 所以你记OBGYN就可以了 所以他也是这样显 我的OBGYN的医生 was not concerned even though it was a newer drug with less available information on use during pregnancy 所以他吃另外一种药 虽然说是比较先调 可是无论如何他好像 就吃了就是 所以I just got to participate in a study 哈 他参与一个研究 Oh my god Kid is fine 所以小朋友没事 didn't come out with horns or anything 小孩生出来没有长出脚 还是之类的 但你也太大胆了 这位太太 有点想把这片看完 不过算了 时间大概够了 所以希望你有耐心把这片看完 所以刚刚的一些词 我觉得还不错 所以不喜欢猫的话 你又怀孕的话怎么办呢 you can maybe suck it up suck it up 忍住撑住撑过去 suck it up 然后在人家不情愿的情况下 so you do something against somebody's will against somebody's will will against somebody's will will well 这两个词 有的时候念起来不是很清楚 再确认一下 所以这个词就是意愿意念 will will 那不要念成well well 事实上应该是差蛮多的 so you do something against somebody's will 好 tipo找个新家 rehome 可以是暂时的 不一定是永远的 rehome 这个动词很有趣 然后 减缓症状 alleviate 那症状叫做symptom 股面要打出来 那要是药物有冲突的话 contraindic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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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抗阻症状 antihistamine antihistamine 那 鼻子会塞住 nasal congestion stuffy nose 也配上好 covid的英文 stuffy nose 補一下给你 stuffy nose 那要是他是能够来解鼻塞的话 就可以说他有一个 nasal decongestant 什么tent 就是什么一种 一个东西 一个 一个里面的成分 或之类的 有时候就叫什么tent 这样子 像 不准不举例的 这样够了 如果一个东西很糟糕的话 something blows 就ob-gym 是刚刚讲的这个 复三哥医生 ok 所以 这是跟猫有相关的一个题目 你喜欢猫吗 一个好朋友 有四只猫 两只狗 非常怀念他们 好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 下次见 拜拜